特斯拉充完店有开车外出 7月1号电量80% 3号剩66%掉了14% 行驶加上冷气用电约6% 剩余损耗就是哨兵模式 用了7% 但如果又开启过热保护 会耗更多电 你人不在车内的时候 30 35 40这样子 你30就启动 所以电动车没上路 好好停着也会耗电 有其他车主说 周六清晨充满电 到周日中午前都没启动 但电量从百分之百 掉到百分之八 少了一成二 其他特斯拉车主说 开哨兵耗电量一个晚上要百分之十 因为附近会有人车 车辆就会自己侦测并且露营 低于百分之二十以下 其实车子就会 就是不会让你打开哨兵 出国好几天 我如果把这功能关掉 基本上我没什么差异 如果大热天特斯拉停室外 太阳晒用过热保护降温 会一直耗电 车主分享用手机APP设定 上车前约十分钟 再开冷气会比较省电 至于烧兵模式 多数车主不会关 使用二十四小时 耗电约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七 大概几十块钱 为了安全还是愿意花 TVBS新闻新闻想要求 来找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